去年新店达管理的参与式预算受到各界的瞩目 而通过的三项提案在执行完毕后进行了问卷调查 希望能够了解李明对于参与式预算的想法 结果显示有七成以上的李明 因为参与式的预算推动开始关注公共事务 而新北市议员陈宜君则进一步的指出 由于提案多元经常要跨局处合作完成 因此在此呼吁新北市政府能够成立专者单位 落实参与式的民主 去年新店达管理进行了新北市首例的参与式预算 经过了投票获得李明认同的提案 也在后续完成了执行预算的作业 为了解李明对参与式预算的认同度 在104年12月到105年1月之间进行了问卷调查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表示 在调查中有七成三的居民关注参与式预算 且有去投票的比例高达七成七 显示参与式预算已经让民众开始关心公共事务 我们要从选举民主变成参与式民主 让我们随时随地 一年当中我们都可以关心我们的公共事务 我们都可以投入 我们不需要等到四年后再来关心我们的公共事务 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在公车上或者在社区间 大家会讨论说 我们有个东西叫参与式预算 虽然不是很确定是什么 但是这中间的议题是他们关心的 是我们的大地监测的一个议题 是我们治癌水的议题 那这都是我们达官里的民众非常需要的 到底是山坡地的一个人命安全重要 还是在地方要发展观光重要 这其实都值得讨论 但是我们过去里面并没有这个渠道 让他们来做讨论 所以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从问卷里面呈现的部分是 他没有机会跟别人做讨论 但是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他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新电达官里的参与式预算是由新北市议员 陈宜君提供60万元的预算 交由地方民众规划提案要执行的内容 一共有三项提案通过投票同意 包括零路挡土墙排水孔疏通 山坡地倾斜馆及地下水位监测 自来水供水系统维护 截至目前三案都已经执行完毕 陈宜君指出 从这次的参与式预算可以发现 很多议题都需要跨局处的合作 因此呼吁新北市政府成立专责单位 统合资源 落实真正的参与式民主 有时候一个议题或说一个方向 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局处可以完成的 它必须就是跨局处的 在桌上来讨论 否则大家各局处 大家都是本位主义都推给对方 那就是民众感觉到 就是各局在踢皮球 所以我说要专责机构 就是它可以整合 它可以统整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局处 而在问卷中提到 如果达管理继续办理参与式预算 居民会来提案的比例占了五成以上 但在民众对政府作为 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同意度上 却也占了四成七 可见在执行层面上 不少民众仍是存疑 海洋技术学院助理教授吴建中 进一步指出 参与式预算利益良善 但是否也造成公布门人力与压力紧缩 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政府所编列的预算 是不是能够执行到他们所想要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第二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全台湾 一窝蜂都在做这个参与式预算 那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人力压力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表示 大管理的参与式预算已经成为范例 相信从各面向的检讨改进之后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对于参与式预算更有感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